画面中原本在机车坐垫上的短发男子 看到旁边的机车骑士 想要把车停在白线内 似乎有点不满 起身就要上前理论 只见两人情绪越来越激动 吵个没完 短发男子先是气不够 动手推了对方一把 紧接着突然情绪失控 挥拳猛K 骑士的安全帽还被击落 一路扭打到马路上 旁边的朋友见状赶紧上前制止 原来打人的男子 就是台东这家烘焙店的老板 因为不满店门口 被邻居停放机车占用 导致他的乡行车停不下 双方早就有嫌隙 更在报警后 等待警方到来的期间 受害者的脸部及头部 遭到这名黄姓老板动手殴打 造成他嘴角撕裂张 蛮是鲜血 缝了好几针 疑似还造成脑震荡 而在新北市三峡区23号 晚间发生的这起斗殴事件 更是离谱 两派人马持顿气呼呼 据了解画面中出现的 16岁游姓少女就是导火线 才让自己的前男友 16岁无姓少年 与现任男友 17岁的岩姓少年 各自烙人在大街上开打 直接把马路当成了 格斗擂台 逗时间仅短短两分钟左右 现场是弥漫着 辣椒水的刺鼻味 原警事后 根据监视器画面 五个小时内 就让事案的双方九人 通通带回派出所 色彩得知 原来是网路上呛瞎 产生的冲突 让原警也摇头苦笑 最后将他们 依刑法妨碍秩序 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证办 综合报道